春节廉价进入尾山 台东南回地区 目前已开始涌入大批左村游玩 或是访工的车潮 近日也下起间歇性雨势 大部分车速都不快 不过还是会遇到 不遵守交通规则的民众 影响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 我们要去左村去玩这样子 车况很多 所以我们车速不快这样子 希望就是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这样子 就因为我看到蛮多人 就是有超路间的这样 台九线南回公路拓宽改善工程 及隧道通车后 面对鎖隔联系假期 目前车况以南下线居多 主要用车路段 在泰马里新香兰至金轮 及隧道南下出口超普路段 车草较多及缓慢 公路局表示 民众可以多加利用替代道路 行驶旧南回公路台九物线 来分散车流 台东往屏东的一个车流 是陆陆续续一直增加的 那我们预计就是未来两天 因为大家走村 以及返回工作岗位的一个车潮 会增加不少 可以利用我们的替代道路路线 台九物线来做行驶 就是加快各位用路人 在行驶上的一个便利性 公路局提到安硕交控中心 24小时不间断监控南回公路 台东泰马里至屏东超普的交通 呼吁用路人遵守交通规则 及配合警方的交通管制措施 或是下载交通部的幸福公路APP 掌握公路实际的车流动态 原事新闻雾坠台东达人采访报导